澳门回归以来的20年 是澳门的历史上发展了最好最快的事情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傅姿应接受媒体联访 畅谈回归以来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成功事件 傅姿应指出 澳门回归以来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切实维护 同时澳门的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 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始终坚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的差异 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的结合起来 开辟了澳门良好的政治的局面 傅姿应分析指出 澳门特区按照中央对澳门发展的定位要求 扎实推进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中国与普与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 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 民生得到持续改善 二十年来澳门经济快速增长 民生持续改善 居民的获得感或幸福感不断增强 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 权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住房 教育 医疗 人才培养 房载减载六大民生的残销机制 让社会各阶层 尤其是弱势人体 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过二十年快速发展 澳门今天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福字印指出 澳门要更加积极主动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 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发挥澳门在促进东西方交流 文明互建 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 一定要发展好一国两制的最大优势 运用好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大舞台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 越搞大湾区欠舍等 国家战略等重大企业 澳门要实现更好 更大的发展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必然的限制 只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 澳门这块莲花宝地 一定会更加旋律飞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